這個選是由TP帶來的這個 Python 3.4之後 有一個新的module叫async.io 那這個topic其實蠻大的 所以我也不確定TP今天要講的是哪一段 那我們歡迎TP 喂 好,我今天的標題就是U的Tulip Tulip是預金箱嘛,是河南的國話 但我後來發現這個名字根本就定錯了 應該是From UFrom 為什麼是UFrom 大家之後就會看到 那跟剛剛Alfred講的一樣 這個async.io這個題目超大 可以從Async.io的基礎開始講 然後你可以講Generator 你可以講UFrom 然後Coroutine 然後你可以講它的應用 根本就講不完我只有20分鐘 所以我只講兩個 那我只好假設大家都會U跟UFrom UFrom其實沒有什麼好學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假裝它是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就直接用就好了 那U的Generator 我就只好假設大家都會 那第一個 Async.io的基礎 明天有一個Talk 是Jesse Davis 會提供的 那Jesse Davis 是Async.io的Core Committer 所以他對這東西 沒有了解 不知道多少 所以明天歡迎大家去聽他的Talk 好先講一下我自己好了 因為很多人問你要怎麼念我的ID 所以就不要念吧 就叫我TP就好了 那如果說你要follow我在Twitter上面的話 就是這很奇怪的ID 或是你也可以上我的網站 那這網站的網址非常不好記 所以... 好沒有人要拍了 我現在是 我現在跟一些學長在... 就是... 在... 一家... 就算是新創公司在工作 那這是我們的官方網站 那我們是做一些跟農業比較相關的東西 所以跟大家可能沒什麼關係 如果大家... 退休之後想要種田 想要先打基礎的話 再找我們 好 首先我還是先要講一下 就是... 什麼是Asyncrasy 就是... 非同步 用一句話講 是我自己講的 完全沒有根據 就是... 幫我做一件事情 做好叫我 那... 這個東西會造成什麼呢 如果說我們... 要做一件事 例如說我們要開檔 然後讀檔 那麼... 我們在讀檔的時候 我們是不能做其他事情的 因為我們的層次會卡在那邊 但是如果讀檔這件事情 是Async的話 那... 讀檔的時候 我們的層次就不會卡住 那... 他去讀那個檔案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說 這個API就是None Blocking的 因為我們的層次不會卡住 OK 那... 可是... 我... 叫他做一件事情 那等一下做完就叫我 那誰要來叫我 所以... 我們的層次裡面必須要有一個... 機制可以... 呼叫... 等一下要發生的事情 那這個東西通常我們就叫做Event Loop 什麼是Event Loop Event Loop Event Loop是一個很... 也是另外一個完全很龐大的議題 那這邊也不能好好講 所以... 基本上你就把它想... 有些人就會直接叫他是Reactor 但有人說Reactor只是Event Loop的一部分 那...基本上他就是一個... 會對... Event...就是一個事件 就是... 當一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他會去反應 然後會做一些... 你叫他做的事情 OK 所以他會負責... 監聽你程式裡面所有發生的事情 然後根據你發生的... 這些發生的事情 呼叫你... 叫他說... 我在這個時候... 我要執行這個Code 他就會幫你執行 OK 那當... 你叫他執行的東西執行完之後 他就會回去繼續監聽... 呃... 上面是... 上面是... 一個... Print Hello World... 的程式 那在下面的時候 我們在執行上面這個... Function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對... AsyncIO去... GetEvent Loop 那... GetEvent Loop會讓... AsyncIO去... Get一個預設的... Event Loop回來給我們 那我們把它傳進去 然後到... 在我們印出Hello World之後 OK 當我們印出Hello World之後 我們叫這個... Loop 在兩秒之後... 再扣一次我們自己 OK 那... 這個在兩秒之後... 扣自己的東西 不會真的停在那邊兩秒 它會馬上... Return 當然在這個程式裡面是... Return之後 我們沒有做任何事情 但是... 事實上在等這兩秒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做其他事情的 那... 在我們註冊了 我們在兩秒之後... 要... 要... 跑這個... 跑這個... Function之後 我們就要叫這個Loop 開始監聽我們所有的事件 所以我們叫Loop Run Forever 它就會一直監聽我們的事件 直到... 這程式 Crash 通常就是因為我們... 按下... Ctrl C 好 所以這是Event Loop Event Loop會... 讓你可以把... Function當作 Callback 註冊進去 然後... 在... 它應該呼叫他們的時候 主動去呼叫他們 但是有個問題 因為我們是把... Function直接傳進去 那... 我們... 呃... 事實上沒有辦法決定說 就是... 如果在這兩分鐘之間 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們要在... 之後那個Function去... 拿前面那些... 狀態的時候 那個Function本身不知道 那個狀態在哪裡 OK... 所以... Event Loop的問題是 它在... Persist... 呃... 你的程式狀態的時候 會比較困難 相... 尤其是相對於比較傳統的 我們可以用一個Async做的 譬如說Threader 因為Threader就是一條跑下來 所以我們當然沒有這個問題 呃...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 所以... 就能做Future 那... 看得懂這張圖 到底在幹嘛的人 年紀應該會跟我差不多 看得懂 看得懂我不要講 好 那Future是什麼東西 Future其實是一種概念 如果你熟JavaScript的話 你可能會有聽過有一個... 他們有一個... 他們有一個... 叫Protocol還是Standard 叫做Promise is a plus 那這東西基本上 是讓所有的JavaScript library 有一個標準的Promise API 呃... 對...他們叫做Promise 的API可以使用 那還有其他的Library 會用defer的這個名詞 因為... 呃... 被這個東西包起來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會延後執行 OK 那他們的始作細節都各有不同 但是不管怎樣 反正Async要裡面叫做Future 那... 這東西可以幹嘛呢 它就是... 可以把... 呃... 可以把你一個callback 包在一個物件裡面 一個object裡面 然後... 把這個object直接傳進Eventlook 叫它說... 呃... 待會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就呼叫它裡面的某個東西 OK 那...呃... 如果說你熟Python3.3的話 應該沒有吧 因為大家都死熟Python2 我懂 我也是 但如果你熟的話 呃... 在Python3.3有一個... 新的module叫concurrent 這東西是一個高階的threading module 就是比較好的threading 那...在這個高階的threading module裡面有一個... Utility叫做... Future.future 那這東西其實跟它的API非常類似 OK 所以學一個等於學兩個 不錯吧 所以要不要改Python3 好...如果說你要在... AsyncIO裡面用到... Future object的話 呃... 因為... 後面反正都是... 全部都 import asyncIO 所以我就直接努力掉 大家自己... 對... 變通一下 反正這些東西都是 asyncIO 同樣我們一開始先... 呃... 下面兩個基本上是差不多 那我們先看一下 因為我們要用Future 所以我們把... sleep 就是collator那個部分 包成一個... function 叫做 sleep 那在這個 sleep裡面 首先我們先... 創造一個Future object 然後我們把它回傳回去 然後回傳給sale 我們之後再說 那... 對於這個Future object 我們直接... collator 對... 一個Future object 會被連到... 因為它等一下會被丟到 某一個Event loop裡面 所以它會有一個... incense variable 叫做底線loop OK 那這底線loop 基本上就是你下面會... get loop 會得到的東西 但是你可以... 自己傳自己想要的 所以Future其實是會... 呃... 會接收一個... optional的 argument 叫做 loop OK 那同樣我們就是一樣... collator 那這要怎麼用 就是直接呼叫它 所以這個Future在... 註冊collator的時候 會不會回傳回來 那接下來我們對它... 就是我們用... add on callback 去... 註冊一個callback 就是... print and schedule自己 回去給Future 所以當... 所以當... 所以當Future... 呃... 所以當... Future要被loop呼叫的時候 它會去呼叫 因為上面我們collator 是註冊... Future的setResult 那當setResult 執行的時候 它就會執行... add on callback裡面的這個 function 為什麼 這是 source code add on callback 會把你註冊進去的 function 加到一個... self. underscore callbacks 是一個list 它會把它加到這個list裡面 那當setResult被執行的時候 它會執行 self. underscore schedule callbacks 那 underscore... underscore schedule callbacks 就會把你的... 剛剛那個callback list 複製一份出來 然後... 執行全部 用一個for loop 一個執行 所以... 呃... 當setResult被執行的時候 我們剛剛... add on callback裡面的callback 就會被執行 OK 那... 呃... 所以我們也一樣 當我們得到loop之後 我們就... 執行第一次print and schedule 把... 第一個Future註冊進去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run forever OK 呃... 對 再兩秒之後 Future的setResult就會被call 那當setResult被call的時候 它就會去call print and schedule OK 那如果說... 前面講的完全... 跟丟的話 print and schedule 第一次被call 就是最下面那邊 這時候它會去... construct一個新的FutureObject 那FutureObject會把自己註冊到EventLoop裡面 用collator OK 然後... 當FutureObject創電完之後 我們再把print and schedule 就加到Future的add-down callback裡面 然後我們用run forever把EventLoop跑起來 當EventLoop到了collator實際的時候 它就會呼叫Future的setResult Future的setResult就會把print and schedule 因為它剛剛是它自己的callback 所以它就會以callback形式呼叫print and schedule 合理吧 OK 所以Future就是把callback包成一個object 這樣子會比較方便使用 這樣子的好處除了說... 比較方便保存State之外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功能 是它可以同時註冊很多個callback 那這樣子你在handleException的時候會比較簡單 OK 那... 你把callback包進去 那EventLoop會幫你呼叫 好... coroutine 在講coroutine之前還是要講一下generator 我就很快地講過去 generator就是你用一個像function的東西 但是你不是用return 而是你用yo這個關鍵字回傳東西 OK 那... 如果你要建造這個generator 你就是直接呼叫這個像function的東西 但事實上它回傳的東西會是generator 所以下面那行會是type generator 那接下來你就把它當作是一個iterable去使用 那下面就會回傳01 那這個for回圈事實上在python裡面是這樣呼叫的 就是它會去對那個generator跑一個壞回圈 然後一直對它做next 那當next做到一定程度沒有東西可以用的時候 它就會跳一個exception叫stop iteration 然後就會結束 那事實上那個next就是呼叫generator裡面的一個message 叫next OK 但是在pp0342的時候 這個next被擴充 就是generator會接收一個message就是send 那send可以接收一個參數 那它接收參數的好處是 你可以在yield的時候 第一行 你可以在yield的時候得到回傳值 那... 所以我們現在改用send 所以第一次send的時候 這個yield0前面那個v會得到non 就是下面那個non 那因為它又有0 那因為它又有0 那因為它是又0 所以當你... 當你去跑上面那個generator的時候 你第一次會得到0 OK 那你第二次... 呃... 你現在把send... v加1 v加1剛剛是0嘛 所以你把v加1送進去 所以上面那個v現在會是1 所以它會是1 然後接下來你把那個1再回傳回來 Oops 不要理它 那所以你... 它就會得到1 那你接下來要把v加1回傳進去 所以上面那個回是2 它是2 接下來沒有得yield 所以它就會tel stop iteration 結束 OK 那有了這個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講coroutine 我只剩下7分鐘了 coroutine可以讓很多個... 可以讓... 可以讓function擁有很多... 其實不是function 可以讓一段程式擁有很多個記住點 而不是像一般函數一樣 只能有一個進入點 它可以有很多個進入點 那所以可以隨時暫停 或者是繼續執行 某個... 某段程式 就是wikipedia的東西 剛剛那個好像就是嘛 我們可以隨時暫停下面 然後執行上面 然後再暫停上面 然後再暫停上面 執行下面 所以它們是coroutine嗎? 其實不是 它們是generator 大家不知道嗎? generator是 semi-coroutine 就是嚴格版的coroutine 那... 嚴格版的coroutine的問題是 它沒有辦法像coroutine的定義一樣 它... 呃... 用給任何一個它想要用的人 它只能用的給呼叫它自己的人 OK 那所以說 在generator裡面 用通常是拿來回傳一個東西的 不過這樣就夠了 為什麼? 因為... 所以... 在... AsyncIO裡面 或者是在任何的Async framework裡面 它的caller就是event loop 所以它又回去event loop 本來就是正確的事情 那... 它要回傳什麼東西呢? 就是那個future object 那個future object裡面 有所我們需要的東西 包括callback跟state 所以這樣夠了 那... 那eofront 因為... 沒有時間講 eofront基本上就是一個加強版yield 它可以... 做到subgener... generator delegation 就是它可以揮傳... 它可以... 你可以yield一個generator 然後用eofront的話 就會等於你去yield 裡面那個generator yield的東西 繞口令 那... 這個根本就沒有辦法詳細的解釋 這是guido之一說的 所以我也不大聲解釋了 那... 所以大家就當作magic吧 那... 這東西的好處是你可以很方便的直接bubble exception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是在裡面的東西... 裡面的東西產生exception 你用eofront它就會一直浮上來 對吧 因為是裡面的東西 OK 所以你就不用在... 在想要回傳東西的時候 你還要去event loop 再註冊一個callback 然後它才可以得到那個messor 你可以直接bubble上來就好了 所以就會讓你的API非常乾淨 那如果你要用eofront去改寫 我們剛剛這個... 這是剛剛的版本 剛剛這個程式的話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先看上面的sleep 好 這是上面sleep 如果我們要用cortine來改寫的話 我們只要加一個decorator 然後把下面的回傳 從return改成eofront OK 那... 接下來改寫中間的 這個比較多 所以一個人來看 首先上面這個 首先上面這個 一開始我們是讓上面這個去註冊一個callback 然後這個callback是自己 那現在因為cortine是直接 yield的回event loop 然後不會再回來的 所以我們把它改成一個壞迴圈 然後讓它一直 yield的那個sleep 然後下面 因為上面變成... 壞迴圈變成做在上面了嘛 所以下面就不用run forever 我們直接用run until complete 反正就跑到上面結束為止 那上面因為是無窮迴圈不會結束 所以就等於是run forever OK 我們要一樣加decorator 然後放eofront 然後做回來迴圈 所以下面改 OK 那這是完整的程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到底是怎麼做的 首先第一個 event loop會去呼叫 因為它是run until complete 所以event loop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呼叫它 然後等它結束 好 它被呼叫之後 那就一直跑下來 然後執行到sleep 那當sleep做完之後 它會把future yield回它 那因為它是用yield from 所以這是subgenerator derogation 所以它會直接被yield回event loop 那當event loop覺得它應該要呼叫callback的時候 它就會來呼叫future的setResult 跟剛剛一樣 那它會用 它在呼叫setResult的時候 它會給一個參數是none OK 那這個none就會變成 generator在resume的時候 拿來send的東西 好 那因為我們沒有用到這個yield from的return 所以其實它回傳什麼都沒有 但是如果說你用一個參數去接這個yield 最後一行yield from的話 你會得到none 好 那當我們接收完之後 因為它是無窮回圈嘛 所以它就繼續wild true 結束 就達到我們要做的事情 非常容易理解 最好是了幹 那不過 不管怎樣呢 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東西 你可以拿來做什麼 例如說如果說我想要 要同時抓三個URL 裡面的content 那我就不用在那邊排成 然後還在那邊 然後開三個stread 然後再傳回來 不用 就只要開三個 然後全部都用yield from 然後還把它串起來 就是非常乾淨的API 而且這東西是none blocking OK 所以 如果說前面那個code 你完全不知道在幹什麼的話 Async超酷 不對 Async很酷 它們也是超酷 Crotin超級無敵酷 Double plus good 是1984的根 就是 如果沒有看過這本小說的話 這是 George Orwell的小說 那因為台灣最近發生了這麼多事 所以麻煩去看一下1984 謝謝 那其他剛剛挑過的東西呢 Async應該要怎麼做 明天talk 請聽 雖然是講英文的 不過請麻煩去聽一下 那你要怎麼從Crotin回傳函數 看文件就知道了 很簡單 反正就是you from 差不多 那要怎麼做error handling 用triblock包起來就好了 那為什麼這樣就好了呢 沒空了 請去看這些東西 Guido在去年的Pycon US 有給一個keynote 然後講了AsyncIO是怎麼的大概的原則 然後他在那個Python的Google Group裡面發了兩篇文章 一篇是第三個到第四個 那他把AsyncIO裡面的Internal講得蠻清楚的 那上面是一些就是相關的PP 剩下就是你們的事 自己看吧 謝謝 好 雖然TP一直覺得沒時間 但其實我們有十分鐘的問問題時間 那個 請問有人有任何問題嗎 沒有想要知道他到底是怎麼做的嗎 剛剛是不是有人要問問題 OK請說 我想要問一個比較不相干的 就是剛剛那個投影片的換場特效 可以大聲一點嗎 剛剛投影片的換場特效好像蠻炫的 那個code會自動去就是找類似的code 請問這個 在keynote買Mac就有了 好 還有人有問題嗎 不好意思TP我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發現你好像有看saucecode 對 OK 那請問他那個event loop裡面 他的那個thread是同一條嗎 就是所有的event是丟到同一條thread裡面去做loop的嗎 對它是同一條thread 對它是同一條thread 事實上AsyncIO在每個平台上面實作的方法不一樣 在那個linic上面它是用eepore 然後再反正就是它是根據每個平台 它用c API去實作的 但是因為那些實作的方法 所以是在同一個thread上面沒有錯 都是在mainthread 對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每一個procedure有它自己的event loop嗎 對 所以不同procedure的event loop不會 那要看你的OS 如果你用Windows 95 就沒有啊 在現代的OS裡面 每個procedure是不會互相干擾 所以他們是不會互相卡住 剛剛是不是後面有人有一個問題 有人有問題嗎 剛剛好像有人 假動作嗎 所以其實你還有九分鐘 那我要幹嘛唱歌跳舞嗎 那剛剛沒有講 那我還講什麼 我怎麼知道我要講什麼 我就已經把所有東西都刪掉了 我想問一下剛剛這一張 就是你那個 推進化RW的手段 會不會有什麼 這個東西厲害的地方是 其實 我想要做的事情是 我從第一個UIL去裡面拿內容 那那個內容本身是一個字串 是一個UIL 那這個UIL是我下一個UIL 那如果我用callback做的話 我要寫一大堆callback 然後當第一個UIL抓完之後 把它傳進第二個function 然後當第二個做完之後 傳進第三個function 但是如果我有coding的話 我就直接這樣寫就好 跟第一個UIL抓完之後 跟blocking的寫法完全一模一樣 這樣有回答到嗎 謝謝 OK 還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人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結束這個session 然後謝謝TP